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出不了门 自然也就不像一网出公告那样浓妆艳末 而很多粉丝对于明星的素颜也是十分的好奇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判定一下被扩家中的明星素颜状态 林志玲作为美丽又了解至性感风情的代言人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都释放着无穷的魅力 被称为台湾第一美女 身兼主持 唱歌 演员等多重身份 凭借成熟母妹的个人形象 成为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女神 可惜的是 去年嫁给了日本艺人 有妈妈也有祝福 褪去妆容 素颜的志玲姐姐 跟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一样致呢 这颜值不愧是国梅志玲女神 迪丽热巴的特别 除了是新疆美女之外 最大的特点 还有她那双大大且灵动力眼睛 而这也是她最让人一见难忘的地方 她五官兴致 和高挑的身材 实力与偶像兼具 是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蛋之一 如今她的名气不亚于杨幂 热巴卸妆为武汉加油的视频中 溢于风情的面孔 不须妆容也一样美丽动人 张天爱 一个败露出家的演员 高中时期留学日本 学习了服装设计 回国之后来到北京 以广告演员身份入行 得到了一些角色 开始进入演艺圈 很多人认识她 是她出演的太子妃生之际 戏中妩媚又性感的形象 让她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从此一句成名 素颜的她 五官立体 眉目分明 眼睛眼亮亮的闪着神采 虽然同样很美 但说实话 小编看到这张她的素颜照 一眼真有点认不出 她是张天爱本尊 TFBOYS成员王源 账相精致如画 不坚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 是学识方面的高智商努力代表 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时期 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年度最佳原创歌手 还被入选美国时代周刊 三十位全球最具影响力青少年 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今年教育使者 前途不可限量 素颜的她 阳光活力 样子青涩可爱 怪不能能迷到一大批00后小妹妹 四川妹子谭松韵 长相甜美 气质清纯可人 演艺角色非常有灵性 虽然她是一个典型的90后女孩 但其身上却散发出 与其年纪不符的大气域成熟 初到以来 谭松韵不靠颜值丁丑 只用作品说话 再经过多年 那努力与进步 将清新自然的演技 带给更多观众的同时 也获得了业内外的一句好评 素颜照看起来一副未成年的模样 就像17岁的小姑娘 一点不像30岁的大女人 这一脸不老童颜 不知要这多少少女 羡慕极度恨啊 对此 各位看观怎么看 小姑娘